大方面對鏡頭跳起啦啦隊應援舞蹈 就讀體育研究所的Elly 大學時念的是新聞專業 個性活潑的她 參加了很多啦啦隊珍事 雖然還在就學 就已經開始規劃未來工作 我現在的話 其實主要算是半工半讀 但我同時又是 有在修國小特教的教程 那在平常又利用自己的空閒時間去打工 啦啦隊算是興趣 那最主要的話 現在就是想先把研究所讀畢業 那研究所畢業之後 同時也考到國小特教老師的教程 昨天有看到小龍女有在真人 所以目前的計畫是希望可以去報名參加 那還有的話 也是同時就是看學校有沒有缺 那也會先把教程先考到 就是先去實習 然後再看最後要不要去考正式老師 我自己想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是台北人 然後我也住在家裡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開銷沒有這麼大 那薪水的話 因為我之前也有當過正職 其實我覺得我有當過很高薪水的正職 也有當過薪水很低的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我都住家裡 所以對我來說薪水的高低不算什麼 就讀應用外語系四年級的王同學 大學實習期間當過安親班老師 然後又很累 就是付出的勞力跟醜勞都沒有成正比吧這樣子講 對 然後我覺得說那我要繼續做的話 我會覺得我沒有很有意願去繼續做下去我實習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選擇的是作業員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放假時間跟上班時間 就是休假時間放假時間上班時間都跟安親班一樣的話 那我為何不去選日新時新比較高一點的作業員呢 然後做的事也沒有比安親班多多少 然後我也不會因此累到就是沒有生活這樣子之類的 27歲的Eric正攻讀資訊工程博士學位 碩士畢業後順利拿到兩個錄取通知 分別是年薪近150萬的半導體大廠 以及年薪百萬的外商科技公司 最後他選擇放棄高薪把生活品質擺第一 其實我覺得科技業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統稱 那其實科技業它會分為像是半導體業 那以及就是資訊系統業 那其實像我之前畢業的時候 那其實我是像是去面一些像是半導體的一些像是台積電等等 那我覺得可能因為我那時候是預聘 就是還沒有畢業我就開始先去就先去面試 可是後來面完之後就因為它裡面的生活 因為都有學長姐就去 然後其實有發現就是會有一個加班 那以及on call等等就是的狀況 那我現在待的地方是可能就是加班時數非常少 那以及就是我們也不用上下班打卡 然後以及就是可能生活部分 就是我覺得都相對平衡 那我覺得其實在於薪水以及生活部分 那我覺得我最後選擇的是生活 那我覺得至少我覺得可以不用的是 每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天色還沒亮 然後下班的時候天色還是暗的 那就永遠看不到天亮的感覺 對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今年的畢業生當中有七成三 規劃未來要投入職場 而在有意進入職場的新鮮人中 有兩成七已經卡位成功 而最想投入的產業依序為資訊科技業 金融業 以及媒體自媒體這幾個產業 好 那馬上就是畢業季 那人力銀行也針對了今年應屆畢業的大學生 進行了求職的調查 那麼調查發現有七成三的 今年的應屆畢業生 他們是準備要踏入職場的 那當中有兩成七的人是已經找到工作了 那在十八學群當中 找工作最積極的兩大學群是電子跟工程 有將近五成的人都已經找到工作 那今年應屆的大學畢業生 他們對於起薪的部分也有比較高的期待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今年應屆畢業的大學生 他們的起薪要求期待 大概是三萬七千兩百一十三元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成長了百分之五左右 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因為 其實近年來物價漲得非常的高 所以年輕人他們對於物價生活費的壓力也提升 因此對於起薪會有比較高的期待 那另一方面也因為少子化的原因 導致各行各業都缺工 因此年輕人也比較有底氣來要求自己的起薪 根據我們調查發現 年輕人最想加入的三大產業 第一是資訊科技業 再來是金融業 第三是媒體跟自媒體業 那比較特別的是 公務人員已經跌出了前三名的排行榜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近年來可能很多公務人員呢 他們的福利啊退休金制度都有被砍的情況 再加上可能公務員調薪的幅度 對比民間企業來說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所以年輕人再加上他們對於生活啊工作 比較追求一個work life balance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希望可以到民間企業去工作 可能可以擁有更貪心的時間 其實我們調查發現了行政幕僚的工作 非常受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喜歡 那主要原因其實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可能比較喜歡做辦公室的工作 所以在行政幕僚的部分呢 比如說從初階的行政人員啊 到高階點的顧問啊 甚至公司的智庫等等 都可以算在行政幕僚的工作範疇裡面 那同時年輕人除了做辦公室之外呢 他們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 或者是對於自己熱衷的產業投身在裡面 他們會覺得比較有興趣 曾仲威分析在最讓新鮮人心動的福利中 調查結果發現年假天數優於勞基法 被選為第一名 其次是近期討論度高的週休三日 以及購物租屋補助 以及減少通勤在家工作等 也可以看出年輕人更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